根据比赛的规则规定 第一天比赛取胜的球队 每场将获得一分的积分 这样亚洲队现在在团队的总积分上是3比0暂时领先 第二天的比赛 每胜一场将为自己的球队加上两分的积分 陶菲克和乔达森这个比赛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进行的 第一局比赛是陶菲克失利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局比赛 陶菲克在汤姆斯杯之后呢 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他在印度尼西亚公开赛上夺冠 第五次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 平抽档是在乔达森比赛里面经常出现的场面 赶开掉球去界 对盘球乔达森虽然速度打得很快 但是他没有把陶菲克给拉开 最后自己进攻当中忙中出错 球是打出了界外 这个比赛的场馆内有一定的风向 但是对于运动员有一定影响 尤其对于陶菲克这样技术型的运动员来说 他的影响比较大 准备大 准备大 第二局是4比3 塔菲克还是在控球上有比较多的失误 所以现在第二局比分仍然处于落后 第一局他是失利 在今天的比赛是陶菲克对乔纳森 然后代表亚洲队的王淳 对代表欧洲队的张海利 同时还有女双比赛 亚洲队派出的是泰国的一队组合 萨拉利和萨地尼 然后欧洲队是由英格兰的一队选手 艾姆斯和克洛格出战 又是陶菲克灰球没有破 现在这一段还是陶菲克他的自己的自身失误 在那里面是任何的一位 在那里面是会展示平民之一 那么这边方位的一位 在那里面是一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些球奈森在正手后场批掉之后 上网比较快 判断到陶飞克会放网 上网比较快在高点推对方后场 形成了主动 再往前不杀得分 陶飞克抓了一个后场刹球的机会 这一季正手批刹 速度还比较快 而且刹球的线路 让陶飞克在判断上不是特别准确 结果接刹没有接到 强大森虽然是一个三十二三岁的老将 但是他现在在赛场上还是非常活跃 各项比赛他经常能够打到最后的八强四强 有时候表现得好一点 每年他至少又有一两项公开赛能够打进决赛 而且在欧锦赛上呢 现在仍然是他和盖德两个人的天下 5号研究材 3号研究材 好 5号研究材 3号研究材 3号研究材 在昨天我们看林丹和卡尔杜的比赛里面 可以看到欧洲很多选手他们在反手区域呢 过多使用反手技术来过渡 这样的反手过渡呢 相对来说还是非常被动 因为他很难形成对对手的攻击性 而亚洲球员他们利用自己的速度和脚下的步伐 更多的使用头顶击球 这样还可以 这样会给对手构成一定的威胁 你看乔达森刚才这一拍头顶杀了一个对角 如果他能够在头顶区更多的使用这个 这种技术的话呢 可能更有攻击性 如果过多使用反拍的过渡 这一拍因为他是无法形成进攻的 只能是看对方怎么处理 自己都比较被动 平手岛当中 陶菲克回球出了底线 现在是乔达森领先第二局的技术断定 亚欧羽毛球对抗赛其实要真说起现在亚洲和欧洲两个大洲的羽毛球运动员的实力 欧洲和亚洲其实行不成真正的对抗 但是自从去年开始进行的那个比赛 一个是他在规则上进行一些调整 就是规定 每支队伍就亚洲队和欧洲队呢 都要有四个不同雨鞋的球员参加 而且每个雨鞋的参赛队员不能超过四名 这样就从 首先从一个方面 削弱了一点亚洲的优势 这当然目的都是为了使这个比赛能够真正的对抗起来 更加好看 再一个呢就是 对于这个比赛 大家也知道它更多是一个表演的性质 在比赛当中并不是说 非要使尽全力 亚洲队我真的要打你欧洲队一个九场全胜 也没什么意思 像林丹第一天在和卡尔路比赛的时候 也是上来先让了对手一局 然后以2比1取胜 最后决胜局是21比10 乔纳森挑底线 因为我出境 从这两个选手的实力来说 陶菲克并没有让乔纳森一局的这个本钱 他虽然稍微优势一点 但是如果真的让 就是说我第一局先让乔纳森还有把握赢 这个把握是没有的 12个bars 18ux 11 能看到这个场面 就是在比赛里边 我们我记得这个汤油杯的时候 赵建华曾经讲过 就是这个羽毛球比赛 也一个互相的礼仪 当一方把球回球下网 或者他出现这个球在自己这边场地上 最后死球的时候呢 应该是谁输球这一方 但是我们看 在这场比赛里面 两个选手都非常友好 就是如果俩正好都在往前 一个人搓网 结果失误 那么离这个球很近 赢球的一方也就自己把这个球给拿走 去准备发球 并不是像有些比赛当中 有的运动员明明自己就在这个球的边上 还等着对方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准备 所以这个比赛也是火药味没有那么浓 很多球迷也非常喜欢陶飞克 他在获得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冠军之后 今年还有世锦赛的比赛 喜欢他的球迷也都在想 他究竟还能不能再拿世界冠军 对于陶飞克来说 就是他对这个事业的投入的程度 如果他能够非常专心于羽毛球这个比赛 把自己的身体状况都调整到非常好 训练的强度保证 能够保证住 他肯定还是当今世界上争夺单打冠军 最有实力的选手 判断很久 陶飞克回球出界 陶飞克这方面也比较突出 今天我们看到在两个单打比赛当中 两个人多次使用双打当中 更常见的这个平抽党 平抽平党的技术 这是陶飞克的一个特长 反拍杀球 陶飞克这个选手 他有很多自己的特长技术 俗话说的绝活 像反拍杀球是一个 然后头顶杀对角 在一个往前 他的搓球的质量非常好 这球因为强男生的回球呢 放网质量比较差 那球倒往前很高 我们看一下 这球太高了 在往前 对方打也可以 掉也可以 很容易的得分 那在今天的比赛呢 这个亚欧与毛球对抗赛 第二天赛是已经结束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在南单的比赛当中 陶飞克和乔纳森的对阵 另外的两场比赛是 亚洲队王晨 是2比1 立刻欧洲队张海利 但是在女双比赛里面 欧洲队的英格兰选手 埃姆斯和克洛格 2比0战胜了 泰国的萨拉利和萨迪尼 为欧洲队赢得了 一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是 因为是第二天的比赛取胜 所以他们获得了2分 乔纳森和陶飞克这场比赛的胜者 也将为自己的球队 获得2分的积分 目前是亚洲队 第一天三场全赢了 因为是第一天 所以每场算1分 是得了3分 然后第二天 王晨赢了一场 又得了2分 他们是总分是5分 欧洲队不算这一场 他们女双赢了一场 是2分的积分 看场球 没杀死 那打网 还是推 乔大森还是平平 回首了 乔大森在这个球 坚持推对方的两个底线 陶飞克在这一局 18比17领先 两人的比分一直没有拉开 小球 这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陶飞克的头顶 刹队脚线 这是他的常用的得分技术 他向后抓球的这个意识 非常强 而且后退的步伐很好 所以他退到位非常早 就能够形成双脚起跳的后场的扣刹 而且他头顶区的刹球呢 他的对角线的落点刹得特别好 非常靠近边线 这个刹球线路是他最拿手的线路之一 这是他在 可以说是独步天下的一项技术 这是陶飞克的经验 打完短球之后 对方还是推他的头顶 这个球推的比较快 弧线平 但是陶飞克是有预判 那么他乔大森没有推过陶飞克的头顶 被对方在半场把球给杀死 又是一个挑后场不到底线 被陶飞克抓住了机会 半场点杀 陶飞克拿下了第二局 看起来在这个现场 这比赛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陶飞克还仍然是一个 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球员 乔大森是在手上准备做一个假动作 想 又使陶飞克上网 然后再挑后场 但是陶飞克没有动 他在挑后场的时候 这个球挑的不到位 乔大森最后出手的那一刹那 肯定也有一点犹豫 看到对方没有动 是不是放忙 那么乔大森和陶飞克呢 就在前两局是打成了1比1 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亚欧对抗赛的整体的情况 他一共是打三天 那么第一天是三场比赛 林丹 张宁和李万华 中腾福 代表自己的球队 亚洲队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第一天的比赛胜一场得一分 亚洲队现在总积分是3比0领先 那么第二天比赛呢 王晨代表亚洲队战胜了张海利 亚洲队就获得了第四个 第四和第五个积分 因为第二天是算两分 但是女双比赛是欧洲队取胜 欧洲队这样也有两分 现在总分上是5比2 亚洲队领先 这是今天的一场比赛 陶菲克对乔纳森 比赛的胜格也将为自己的球队 获得两分的团体赛积分 这是陶菲克判断失误 这是陶菲克判断失误 就是像强大森还有其他很多欧洲选手 他们在反手区域 就头顶区域 过多的使用反拍回球 这种反拍回球只是一个过渡 对对手并没有直接的威胁 但是他们的过渡的质量 一般来说还是非常好 尤其像乔纳森这样的世界一流选手 他能够比较好的保护自己的弱点 而且今天陶菲克呢 在场上也并没有去非常有非常有进攻性的 去抓他的反拍底线的回球 像在第一天对阵里边 林丹在对阵卡尔杜的时候 就在比赛当中 多次抓到对方反拍底线的过渡 在场上也并没有去过渡 乔乔森 杀球没有过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今天下午进行的第二届2006年的亚欧羽毛球对抗赛 比赛是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进行 这是第二天的比赛 在第一天比赛亚洲队赢了三场 第二天的比赛不算这一场双方各赢一场 这场比赛是陶菲克代表亚洲队迎战丹麦的乔纳森代表欧洲队 双方在进行决胜局的争夺 双方在争夺往前 还是陶菲克先起球 乔乔森杀了一个中路 没有能够接到 好球 这是乔乔森环衣颜色 在第二局的后半段 最后几分关键球 多次有两个球 陶菲克抓了他 推后场不过头的这个球路 这回他还击了一个 乔乔森环衣颜色 乔乔森环衣颜色 接杀出了边线 第三局开始之后 乔乔森显得在场上打得更加积极 他的速度更快 得分主要都是通过自己的主动进攻来得分 好球又是后场双脚起跳的披杀对角线 他今天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不错 我觉得他今天的杀球的落点的分配比较好 正手区反手区和中路结合的比较理想 让陶菲克在防守上也有很大的困难 这球又是陶菲克判断失误 乔乔森以比较大的优势领先 到了决胜局的技术暂停 在开局这一阶段 还是乔乔森把握的比较好 一上来就把速度打得很快 都是积极主动的靠自己的主动组织球路打死对手 来取得比分的领先 并没有去等待对手的失误 而他在场上的效果也是不错 大家看到的这个亚欧羽毛球对抗赛呢 也是连续两年都是在菲律宾来进行 那比赛的时间呢都是在七月的中旬 这个时间恰好是国际雨联的这个大赛的间歇期 前一段刚刚结束了在东南亚的三战比赛 马来西亚战新加坡战印度尼西亚战另外还有 还有一些欧洲的比赛现在都是处于一个间歇期 下半年的比赛还没有开始 在这个时间呢还进行这样一个邀请赛性质的比赛 能够凑齐世界上的高手 比赛也设有一定的奖金 他亚洲队和欧洲队的比赛 胜方将获得六万美元的奖金 副方是获得四万美元 差别也不大 你看到乔丹森的强往也比较快 乔菲克这个球又没有判断出来 对方突然发了一个后场的高球 技术暂停之后 陶菲克连丢两分 又把球打出了界外 正从这段的比赛的表现来看 陶菲克这场球已经不太容易追回来了 往前的球后回球 搓球差质量相当高 这球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结果乔丹森是回球出界 陶菲克即使今天输掉这场球呢 相信现在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技术水平和他的实力 他能够 就是说他不太怕输球 就在平时的小比赛里面 而到大赛呢 从过去的两次比赛来看 他还是很好的调动了自己的状态 把状态出在了大赛上 这是一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能力 而且陶菲克是一个很全面的选手 他的得分手段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看了他很多比赛之后 会发现呢 他并不是每场比赛都是同样的风格 可能有的比赛 他根据对手的情况 他会比较多的展开进攻 而有的比赛他会更多的以控制球为主 但是陶菲克最大的特长还是他的进攻 就是他是一个攻击性的选手 在有些他的进攻机会比较少的比赛当中 他还是比较容易输球 虽然陶菲克比分落后很多 但现场的观众在他每得一分的情况下 还是欢呼声和掌声更加热烈一些 谢谢大家 现在青年比赛当中也并不多见 卡维克连续起跳杀球 但是第二番正手是批杀戒万 比赛的最后这一段呢 场上并不是很精彩 双方的失误都比较多 频频给对手送分 这也是实行美球得分制之后 一旦你的开局没有把握好 比分落后比较多 后半局呢 比较容易过早的进入垃圾时间 但是乔大森已经获得了赛点 而且连续很多个赛点 可是观众都没有放弃对陶菲克的支持 因为陶菲克是不仅是东南亚球迷 不仅是印尼球迷 甚至是全世界羽毛球爱好者的宠儿 会有很多人在他局面极其被动的情况下 仍然对他抱有惯性 最后是陶菲克回球出了边线 这样乔大森为欧洲队获得了这场单打比赛的胜利 这样在第二天比赛结束之后 亚洲队现在是5比4暂时领先 明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次亚欧对抗赛第三天的比赛